我觉得谢金合讲一个是对的 就是说川普表露出一种 用交易这种方式在处理国际政治 基本上他是一个没有价值 没有理念的人 因为拜登好歹会说 民主同盟 价值同盟 这种语言川普是没有的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 他这种处理国际政治的方式 会给台湾带来什么 而不是就个案来谈 比如说国防预算要增加多少 这个不是主要的 国防预算欧布莱恩也不能代表川普 美国的军方过去提议的就是3% 我们现在2.5% 增加到3% 你大概就是增加台币1000亿 我认为我们做得到 你觉得合理吗 不 这个不是合理不合理 重点不是有没有增加预算 重点是你得到什么 因为你得到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承诺 比如说你如果是日本韩国增加 他确定的是 他美军基地在我这里 他有共同防御条约 北约增加到2% 他有集体安全条款 所以你赞成王丹的说法 王丹讲那个请他去谈 请问台湾有谁敢跟川普政府开口 要你把保单写出来 问题在这里 这我们是讲大白话 因为这个节目叫大白话 就是川普讲说 美国就像一家保险公司 卖保单 台湾要付保费 可是美国给你的保单 上面是空白的 没有任何字 就是问题在这里 你如何要求美国把项目写在上面 保护的范围写在上面 你怎么要求 如果这样子我们还愿意付 对不对 不是啦 我们台湾有谁敢跟川普开这个口 川普说小弟弟在那边叫什么 问题在这里